目前二局的后半轮到蓝绿球队的第五棒新秀林宏玉的打击 面对了还是新冬牛队的先发投手去年的圣投加三阵王郑田树 林宏玉在去年蓝绿二军的一个打击率是三成八八 有三发全力打21分打地 热身赛打击率的表现也还维持得不错 两成九四 郑田树的第一个球投出的是一个坏球 下这个球好球进来打着没有出望 九球现在形成了一好一换 这个球右半边形成了安打 牛玉生涯的第一支安打就在他的第一个打棋出现了 做得很好 这个滑就跟着很漂亮 这个球呢也照管理要送还给林宏玉来做个纪念 这一支中央职方都是蛮固定的 来看一下这个球 变速率的竹丸岛跟着也不错 跟着也不错 跟着也不错 跟着更近的 那郑田树呢在去年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的第一场的出赛 就是遇到蓝鱼熊队结果是 被打爆 打不完 就是一局掉八分 真的是被打的大爆炸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控球出问题 那个大气球投不进 然后前面等于说是两个保重一个触神球 然后又有一些安打的支援 这个球投手自己拦截之后 先传二类再往一类送 这时候林芝田的打击呢 投手振田树露着一手防守的一个功力呢 是侧动了一个双杀 也是呢在二局的下半呢 目前蓝鱼熊队现在变成了十两局 雷上没有跑者 这个球手背很到位 接得很轻松 传得又很迅速 对 而且还蛮稳定的 不急 因为事实上投手接到的球 是侧动双杀时间最充裕的一个地方 还有等到正造航到位就位之后呢 再开始侧动轻轻松松的完成了两出局 接下轮到的是第七棒的钟晨佑 不急的原因是要让正造航能够有时间进去那包 太快的话可能正造航还没进去 球传出去也没用 钟晨佑呢去年两成八七的打几率 七发全力打45分的打顶 不过正天树呢 也就这第一场 这个 投得很离谱之外 后续当然就越投越好 哇 整个球 眼神的天线 真的 这两队在第二队都据了 还蛮像的 哦 速度也相当快 SAM 伤到了二了 这个也伤得相当快 相当快 相当的平衡 同样是安打之后呢 接下来的打者出现了双杂党 就看看来 没有这个半局能不能够跟牛队的二局上半一样 就从两出局之后呢 展开攻势 所以还是要串联 这个打击的串联才会有得分的效果 球球经过转传就已经来不及了 沿着边线呢 忠诚又很快的上到了二壘 接下来就轮到第八棒的潘忠伟 去年两成七八的打击率 四十分的打点八支的全力打 热身赛也调整得还不错 三成三三的一个打击率 这也是今天的蓝女兄 对第一次的得点圈的打击机会 老起来结果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界外 球出现了形成了一好球一坏球 到底上目前有跑者中程右 这一棒打到了左半边 左外野手 同意的几乎将这个球给接杀 也结束了这个半局 熊队留下的三壘目前是0比3落后